韓流這個從凱道到花蓮不斷的創造 讓大家很驚訝的畫面 接下來這個週末的雲林 不知道有沒有可能再創一個什麼障礙 615要衝抖六了 可是抖六雲林是這個韓市長 他的娘家 所以動員應該不會輸人 那我們現在來連線雲林的假農民 林嘉欣 怎麼說他是假農民 因為他衣服就寫一個假農民 他是真農民啦 嘉欣你上線啦 嘉欣 嗨 劍凡 嗨 我先批評一下藥州好不好 哈哈哈哈 你要批評我就沒訊號了 韓市長回到 韓市長回到雲林 不是面對假農民 是面對廣大的鄉親 嗯 好不好 好啊你們現在現場 當天的準備狀況大概會怎麼樣 你今天為什麼穿得比較正式啊 雲林縣已經用著辦喜事 以及雲林的那一種雲林縣銅線 比如說這些年被民進黨糟蹋 以及我們榮義大縣所受的委屈 那種心情準備迎接韓國瑜回來故鄉 雲林沒繞過 就讓我們心情而已 加欣 可是大家雖然說他是韓市長的額頭處 可是印象中雲林還是偏綠的比較多啊 那確定當天的人數真的會夠多嗎 光是花蓮交通這麼困難都衝到十幾萬人了 那雲林斗六你覺得可以衝到多少人 呃這兩天我聽到幾十人 包括我們的農民跟魯鎔街 跟我們這些好朋友的心情就是說 全台灣都已經串聯了啦 啊 婚人館不能漏過這種心情一定會有 然後第二天就說 加欣的立場我不一定會投給韓國瑜 但是李嘉芬是我的姐 是我們婚人館的女兒 你求我們婚人館的女兒交代到這樣 我們只有婚人人跳出來挺我們的女兒這樣而已 我們不一定挺韓國瑜 但是我們一定支持李嘉芬 這種心情我們要讓大家知道說 這些農業線包括我們艱苦的孩子會出生過期 既然你要交代我們婚人 那婚人不用選擇了 加欣那有人在講說什麼 市長辦了601 再辦了608 雖然人數很多啦 可是網路聲量好像是遞減 你怎麼看這個狀況 各大黨都在初選階段 民調我看看笑笑一笑自知啦 不管是民調還是流量我都一笑自知啦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時候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好不好 所以你要看韓流的狀況 包括韓國瑜的狀況 我很客觀跟大家保證 婚人是韓國瑜的高雄 婚人是李嘉芬的高雄 婚人人聽婚人人就像雷千元長說的 無所退卻 包括農會包括水利會包括記載 包括我們農業派 我們沒有選擇只有相信他 因為民進黨已經 這些人糟蹋我們夠了啦 夠了啦 夠了啦 就直接這樣講 我相信各大韓流 不管韓的支持者還是韓粉 還是說討厭民進黨 來雲林你們抱著一個心態 好不好 來雲林 跨雲林的水 跨雲林後 雲林已經被落後的污名 包括說嚴重的污蔑 很久了 來雲林 建設雲林後 歡迎大家來雲林觀光 檢視頭 佳馨那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斗六或者雲林 有沒有什麼好罐好吃的 而且你們是不是也有國瑜夜市 現在申請的狀況是怎麼樣了 目前國瑜夜市 因為警方考量已經額滿 我已經額滿了天啊 今天才星期一耶 再找加薪也沒有用 然後剛好當天 旁邊50公尺 就是全台最大的抖六夜市 所以大家也可以來順便來抖六夜市 嘗試一下雲林的地方特產 還有雲林縣 由城鄉 城林 城鄉館 包括谷坑有好的咖啡 華山路好的咖啡館夜景 我們海洋政府也有好的水產產品 大家來順便保證不失所望 所以現在等於說 再找林佳馨 國瑜夜市也沒有辦法了 但是除了國瑜夜市之外 你們活動的場地附近有抖六夜市 剛好離活動旁邊50公尺 剛好當天就是抖六夜市 所以大家一起去討論 不是跟聽韓國瑜包括聽昏林 這個意義我相信我跟韓國瑜講的 這個意義比你韓國瑜當選總統還重要 因為你是溫馨聯辦住 我強烈建議他一定要回到雲林辦造室 你算是手腳比較快的 因為聽說現在很多縣市已經搶不到了 已經辦不到了 因為時間太緊了 因為雲林縣畢竟是他的故鄉的 他在外地的生活時間沒有比雲林久了 雲林對他的栽培跟支持 相信他在做白朗總經理的時候 他感受得到 如果連你的故鄉都沒有照顧的時候 你也不用選總統了 這我就跟他講了一套論說 就這麼簡單 回到雲林 照顧雲林的主題 有機會你就回到雲林好表演給我們看 好 多謝 謝謝 下午再見 禮拜六見 謝謝雲林的真農民林嘉欣 他現在已經公開的說了 找他沒有用了 國瑜夜市已經滿了 今天才星期一 禮拜一就已經滿了 我還在準備明天要做一個整理 告訴大家可能要申請集攤 那也不用整理了 老闆 長官 我不用整理 他們已經申請滿了好不好 但是旁邊有斗六夜市 而且剛剛林嘉欣也說 雲林因為是凹桃處 輸人不輸定 而且重點是可能就算你不挺國瑜 蠻多人會挺加分解 所以這個人潮應該不會輸給花蓮 或許真的可以好好再觀察一下 而且我覺得他好處是他交通方便 剛好比較中間 對 所以這個持續我們要來觀察 615寒流的一個情況